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講一下日服這一期的復刻專武 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 從泳裝咲戀開始 專武之前泳裝咲戀一技就是單純的補TP 以163等來說是補370級 專武之後補量增加420 已經快要追上酒鬼了 然後還有全體物攻 魔攻大幅提升的效果 而專武的屬性就很廢了 是物理攻擊力跟TP自動回復 基本上開了專武就可以 不用升級 那這造成了什麼影響呢 多爾這點TP量 有些情況下可以提早一個動作來放出UB 而且還有給攻擊力 這個讓進攻隊伍的動作更快 火力更強了 不過泳裝咲戀原本競技場就是很誇張的強了 這個專武也就是錦上添花 沒有造成什麼很大的改變 另外是有聽說 專武咲戀可以組一隊六星日和 酒鬼 六星美冬 泳裝咲戀跟吉塔的進攻隊伍 聽說是很潮很厲害 那我明天做出六星美冬之後會來試試看這一隊 接著是第二個角色 泳裝爆弓 專武的效果是提升1技的傷害量 而且會強化成傷害必定爆擊 以及施放的同時會中幅度提升自身的物理攻擊力 接著來看泳裝爆弓的循環 由於2技整場只會放一次 泳裝爆弓基本上就是1技跟普通攻擊來輪流施放 1技的施放頻率非常高 這使得1技在實戰中可以輕鬆維持兩層 而泳裝爆弓給的專武屬性是物理攻擊力跟TP消耗減輕 生完可以有高達10點的TP消費減輕 非常驚人 接著就來看一場地下城實戰吧 這邊請來了泳裝爆弓的競爭對手六星日和 其他都是工具人 負責破防還有加攻擊力 另外要說一下關於泳裝爆弓測試的注意事項 從昨天實裝之後就一直有看到一堆亂七八糟的測試 實在是非常想要吐槽 首先 泳裝爆弓在54秒左右會施放整場唯一一次的2技 把TP回滿 並且特大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持續180秒 也就是整場 換個角度說 泳裝爆弓前面都在混 非常慢熱 要一直等到50幾秒左右才會火力全開 所以短時間的戰鬥對泳裝爆弓非常不利 測試環境也會跟戰隊戰的環境差很多 另外 地下城EX3的玩會消狀態 把泳裝爆弓的2技給消掉 所以泳裝爆弓在打EX3的測試我覺得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 泳裝爆弓2技在50幾秒施放 然後大概到30幾秒就會被消掉 就是非常的被針對 接著來說我自己測的方式 也是有一些可以吐槽的地方 主要問題在於新年可可蘿的1技 中幅度提升物攻最高角色的物攻 並且增加爆擊率以及爆擊傷害30% 這個技能在我這場地下城實戰 泳裝爆弓施放2技以前都是丟在六星日和身上的 所以前面六星日和的UB傷害會比較高 而等泳裝爆弓施放2技之後 這個效果就會跑到泳裝爆弓的身上 由於泳裝爆弓的小技能也是必爆 那施放2技之後的UB也是必爆 加上兩個可可蘿給他狂冠爆擊傷害 讓泳裝爆弓的傷害可以高到接近六星日和了 但其實在戰隊戰實戰 新年可可蘿的上場機會不多啦 所以實戰中泳裝爆弓想要吃到新年可可蘿的增益效果是有點難度的 我放新年可可蘿算是有點作囚 不過我影片中的泳裝爆弓專武只有30級 這邊是對他比較不利的因素 而最後測出來的結果就像畫面上這樣子 300多萬的傷害 非常驚人 而且蠻接近六星日和的 後續在戰隊戰可能會有上場機會 就等月底的戰隊戰實測吧 說完這兩個角色來講一下資源分配的問題 因為台版這兩隻也差不多要復刻了 應該是七月會出 但是台版是第一次復刻 沒有專武 要等到第二次復刻才會有專武 雖然沒有專武 但是泳裝咲戀還是很建議要抽 而泳裝爆弓沒專武是沒什麼用的 但是復刻池的期望值是185抽才能抽到指定的角色 所以只要泳裝咲戀抽了150抽以上 甚至是200抽以上 如果泳裝爆弓在戰隊戰的表現不錯的話 是可以考慮抽到保底來保出來 這樣會比第二次復刻再抽出來好 最後是活動角色 泳裝老師 專武後1技的範圍提升了 補血量也提升了 打人的傷害也變高了 專武給的屬性是物防 魔防 回復量上升 還有魔攻上升 這個角色我是還沒測試啦 畢竟活動還沒開打 碎片還沒拿到手 但泳裝老師在競技場跟戰隊戰最近很少出現 跟1技的範圍 傷害 補血量是沒什麼關係的 尤其是治療量 就算沒有專武 只要是滿等補非坦克的角色基本上都能補到滿 專武增加了補血量還有治療上升根本就沒什麼用 然後那個傷害現在在有六星酒鬼的環境下就是抓癢 提升了一點還是癢癢的 反正我是不太看好泳裝老師 我覺得泳裝老師需要的不是補量跟傷害量 而是全體的增益效果 像是全體加魔攻或是破防這種的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